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么入冬以来 最强的冷空气将在这个礼拜六报到 所以听众朋友们要好好的来注意保暖 再来关心股市的部分 美国上周公布了11月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是高于预期的 那么美股收黑台股周一也开低 那么今年剩下三个礼拜的时间 投资朋友们该如何来把握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摩托头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卢比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这个礼拜一台股的成交量又在往下降了 那么这个市场上观望的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但是到年底之前还有这个三个礼拜的时间 那投资朋友们可以怎么来积极操作呢 老师 这个观望不观望 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相对的 是 那投资朋友们大概很难想象20年前 我看15年前 那时候成交量在什么地方 06 07 1000多 那10年前大概 大概13 14年 78年前 那个时候也有看过7 800亿 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好多 欧债 那时候有时候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海啸 那投资成交量打回来到1000亿以下过 那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说1000多亿 那你如果说跟这个两年前比起来的话是很低的 无限QE那时候 对对对 你跟一年前比起来也比较低 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五年前比起来 它又比较高 所以这个 多于少还那还是一种相对的 如果说 你跟一个比较高的位阶来比的话 当然就比较低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关键就是永远都把现在当作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 这样就好了 把握当下 对啊 你不知道两三年后 说不定台股又回到五六千亿 对不对 是 那么 因为世界杯的关系 那其实大家又要等升息 对 那等完了以后当然会有一小段时间 可是马上紧接着又是圣诞节 那1月的话因为台湾这边要放过年 对啊 今天过年比较涨 所以整个来讲从现在这个阶段 大概成交上就这样 是 那到底是不是算低 就像我跟各位说 那你是跟谁比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做股票 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股票会同一时间涨 那也没可能 那上涨的股票涨完以后要再涨 它通常需要拉回一段时间然后再往上攻 然后可以想像的就是说像同班股嘛 低价股一定是受欢迎的 对 然后升级因为当主流嘛 好实际 对吧 好那礼拜一很多的这个朋友借了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日出嘛 是 所以这个也不用我教 那拉回来的第一根红棒 那就直接就尝了 是 有100张的有500张的了 那资金不够的也可以直接个股期了 所以就很开心嘛 这个光是一档育融礼拜一大概就养活从北到南 不知道多少的家庭 对 这个就 有拿到我们Cotion有跟上我们的早盘 有一起买的就恭喜了 是 那我们也确实是真的在早盘就下去买吧 我的做法很简单 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波有赚嘛 那卖掉以后拉回来再买 我觉得股票是这样子的 你任何的股票从40涨到60 50%你都会掉下来嘛 是 那你先买一趟你再买回来 就像我常常跟各位做一个比方 你说你很喜欢台积电对不对 对 那你说你600块卖台积电是错的吗 你是看坏它吗 也不是嘛 因为你600块卖掉你400块买回来 接回来 蛮好的 是 对不对 你说你600块 对不对 你卖个10张好了 拿回来600多万嘛 是 那400块你再买10张 你手上还多200万 对 你一样是10张啊 那没什么 那你说我没有配 什么 什么我每次都要配股配席 那席就给他嘛 对席有多少 对吧 席还不是扣你自己的价差 对啊 那我们就很简单 就是说对一档股票 你在冲高的时候有一个卖出的动作 拉回来再买问题就很简单 又比方说你高档出了10张 那还你可以买12张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玉龙就是现在这个概念 其实 汽车股是强的啦 因为你看一下那个 盘面上现在的现象 我解释给各位听啦 这对一般投资人来说是一个 也算好消息也算不好的消息 一折一喜一折一忧 那我看来是喜啦 可能在很多人来说是忧啦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说当今盘面上有几个 最强制的族群嘛 我讲出来各位一定会认同的啦 比方说军工股你认同吗 对认同 那么安全监控股你认同吗 你认同没错 那生计股你也认同吗 是 对不对 因为现在解封了 然后 台湾过去两年涨过的 现在就是在中国重来一次 是 所以才会跟你讲什么爱克坦嘛 那种东西嘛 那军工股扩大范围到 这个网通 这个大家都认同的嘛 对不对 那汽车股强 这个大家都认同嘛 好那我现在开始讲 比方说我们讲节能 比方说我们说高利 高利好了 是 那你看一下这个8996的高利 他每次创新高你去追他 他都会掉下来 掉下来48小时之内再站回去 又在哪 所以只要你一追 那你隔天就非常的容易去停损 是 假设说你创新高以后去买10张 你希望他喷出锁涨停 隔天带缺口三根大藏红嘛 结果肆与愿尾 这个追了以后呢 当天就留上影线 尾盘收最低 甚至于跌破平盘价 那隔天开地你就觉得说 那我要买别的股票 我只要把它卖掉 那因为你要买别的股票 把它卖掉 或者说你在等他终于解套过程 你把它卖掉 他又创新高 你知道因为来来回来来回 其实根本就赚不到他钱 同样的一个概念 我讲精锐 三四五四的精锐 这么强的营收 这么好的题材 而且是去中化又是 最受欢迎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往美国拿订单 这又是大家觉得 看起来政治最正确的一件事 对不对 对 怎么看都对啊 然后你还不是只有题材而已 你还有营收 还有营收 对 对不对 你简直是 你还有法人 对不对 哇 但是你看喔 你追 你过高一追 哇 你又被受伤了 也是又被修理 对 又被修理 所以 我们现在回头来讲 你看 依此类推 我讲几档股票给你们听 因为讲军功就要拉回来讲那个 比方说讲网通嘛 对不对 是 那你看华星光看神准 除了华星光这个比较特别 那四根长红棒之外 你最近这几天追的也是卡在里面嘛 那你看神准 也是一样 等到你最后受不了了 对不对 像银帮最后有一个喷出嘛 对不对 对 那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回头来讲那个生气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你看宝对美食 对不对 市场上最看好的两只的 那美食在分盘交易的时候也是很想整理嘛 是 好 我最后就来跟各位讲 你如果再把那个华星跟玉龙拿回来 也一起讨论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甚至于你讲 比方说绿能里面 我们讲中心电好了 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个七到八档的股票里面 你会发现到它都是最强的 对 对不对 你如果说要继续扩大延伸的话 我也可以把创意拿进来 把广基拿进来 是 你看我刚刚讲的这十个领域当中最强的股票 它都是创新高的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你们追进去都赚不到钱 对 结束都掌握不大 你们要追进去以后放一个月以上 它才会飘高让你拉开你的成本 是 那你就叙述着 意味着 这些股票你要赚到钱 你一百万投入以后 你两百万投入以后 你不能出 对 你要放在那边一个月 你要外面放着 然后别的股票都不能做 对 然后最后他们才会飘上去 那飘上去之前呢 它会甩你两下 它会给你一个高档带亮长黑 是 它会击溃你的信仰 然后呢 最后出掉以后它上去 又上去 所以说 现在来讲 我刚刚讲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吗 对 喜的是说 盘真的很强 是 因为你光看这些股票 你就知道有多强 创进到的很多 对 那优的是说呢 投资人你就不容易赚到 是 很多你赚不到那个钱 因为 优优上了你不买它飘上去 你终于下金决心买了 就有点违反而修理 对 那等一下我们第二天 再来继续跟各位讲 好的 那么请大家那务必利用 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 是它免费的卖帐号 所以呢 这个把握节奏是很重要的哦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朋友 都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二十三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一三九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六百六十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提前预告的生计股 涨势在扩散 而且在这个美丽概念股之后 还有新的观光消费概念股 要来接棒哦 这次全新的三三三快速班 要把握赚价差的好机会 在股票起涨 刚刚转强的时候 就跟上老师的布局哦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麦账号 ID是小老鼠 Go的MONEY168 小老鼠 Go LDM ONEY168 或者是播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接下来由这个内资主导的新股票 都在我们的333快速班当中 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礼拜一在这个个股的部分 像是绿能还有生计还有这个内需的个股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就要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标我们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最简单的方法啦 当然是原来那支强的股票 拉回再日出就进场嘛 对趁拉回的时候进场 那就比方说像这个育龙就很简单拉回再 但这次是不是就直接直接北上这个一路北上 那那倒也不是哦 因为你回头来用月级别的K棒来观察一下 对不对 是 上个月是大肠虹 这个月震荡合理嘛 对 所以过高之后它会怎么样 有几个再拉回一次 是 然后呢下个月可能一月或二月红放再上去 那么真正的祖生段应该是在出现那种交车潮以后 因为你会看到营收嘛 那地方就更有话题 对不对 就整体来讲 有点像是 大概四五三四年前的特斯拉就是那个概念 三四年前的特斯拉在120块美金上下的时候 还没到200那段时间 很多人看空它嘛 因为它赔钱嘛 对 就未来来讲看 郁龙会不会走特斯拉的路 我觉得走特斯拉的路蛮合理的啊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示范的效果啊 台湾自己 因为台湾自己的资金跟主力也没有做过 真正的这种电动车汽车股嘛 对 所以你看那个当时 比方说中国他们也有啊 他们有那个什么 未来汽车 有没有 理想 他们有个叫什么 未来小鹏 三家的魏小李 那魏小李那几家其实在美国也挂过牌啦 然后他们那个走势也是趁着当时那个特斯拉在拉的时候 但是因为真正现在赚到钱就是特斯拉嘛 你说其他那几个都只是概念而已 那财报都很差啊 所以我觉得汽车股它就是有隐含这种概念啊 就是等于是说 你数字还没有上来的时候股价先行走 这已经变成是一种 好像全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传统 举例来讲啦 假如你今天在这个大法人 跨国的这种机构嘛 对不对 他如果在美国做过特斯拉 他在台湾怎么会排斥股啊 对他来说也很正常嘛 是 当然台湾可能自己有人就觉得说 啊那玉龙算什么 对不对 这个我就没什么好说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 你看习惯的 就看阿兜阿在台北吃那个什么 挤到那个永康街去吃东西 你就觉得说我每天都在吃 不是人家阿兜阿没吃过 你也不能怪人家对不对 不然你去威尼斯跟人家 看那个什么面具节 还是你去那个罗马广场 吃人家那种披萨还不是 还不是现烤出来的 他只是放在旁边 然后游客过去加热 他们那种好吃的店 搞不好是在那种旁边那种巷子里面 有没有有一个老妈妈在那边赶面 也不一定的 或者是对 但是没关系 你就是老外嘛对吧 老外回来 他们如果认为说 现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公司 老外如果愿意买还是一样会涨 这个很正常的 我觉得回到股价上去做讨论 是 那现在就是一种先拉一根 如果能够维持在高位 我觉得就不错了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上个月是月K线是大长虎 这个月就算你收十字也很正常 那你一月在一个中红 或者二月再来一个长虎 其实就是挑战前面的高点 是 那比较重要是他的示范效果 玉龙能不能够带动一些汽车出来 汽车股 对不对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你看什么 广宇啊 然后你今天一定有看到 有部分的那个汽车令组件 是传产的 有没有 像什么永章啊 耿鼎啊 有没有 然后上礼拜不是有一粒店他们吗 对 这个我就觉得汽车令组件 是有这个上工的机会了 然后我们看到 再来就是那个 生计股就最强了 那美食 因为他们在创新高了 市场上又认为说 中国解锋会带动一些 一些需求嘛 最直接的应该就是剑桥那个艾克坦 是 那这个上个礼拜涨四根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各位讲过 那个艾克坦本来在秋冬就是旺季的 那个产品 现在秋冬就是旺季 秋冬的旺季是 那现在如果再加上中国的红蓝那不得了 确实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大家会去抓明年第一季的财报嘛 对吧 这个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因为他的股票就是先涨四根的嘛 对先拉 涨四根你要让他整理一下 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资金有一些就跑去做南光 剑桥 然后剑雅 对不对 那今天就可以看到剑雅 今天出现了一个长红榜 工的涨停 那集团股的话是中化 这个声达 这几个集团的话 有做学民要的 其实就在这边做发动 那这就是一个带动效果 因为 剑桥在整理的时候 他们这几支股票 价格比较低嘛 是 如果你要看比较正规的 可能就是像信惠或神龙这一种 那神龙因为是原料药 是统一集团的 但是就是说股本稍微大一点 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刚刚起涨 是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大家在讲那个美丽概念股 这个效果不是扩散的吗 没错 扩散开来了 对嘛 扩散开来了嘛 就是 不要去小看任何一个题材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因为有的市场上的老师他就是 比较坚持 就是不要去做生计 他们就是爱电子这样 这个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因为你 你这样子的话就好比说 人家都在赚钱你 你不去赚嘛 对 对 在旁边看这样子 那也不好嘛 当然有人会说 可是大疆你看 上礼拜长那么多 今天开低耶 礼拜一开低 那大疆怎么办 他头心都没有跑 到底怎么样 怎么回事 打听 其实大疆长多拉回 这个也很正常 你的重点是在看什么 你知道吗 大疆拉回会不会拖累 其他的生气不敢拉 对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在赢家的角度来想这个事情 你大疆赚那么多了 你拉回你还是赚的 是 假设说今天换一个角度 就是说你大疆拉回了 其他生气股通通都拉回 如果跟得掉的话 那你这个情形变成说 大家害怕这个结果 你今天不是这样 你大疆一开低 大家利用这个机会 把生气股从平盘拉上来 对 其他的资金变成一种转移 你自己想想看 当时那个剑桥在拉的时候 其实每时他们都已经掉下来了 这个道理就好像 你一定记得有一天 保瑞跌停对不对 对 但是你说其他生气股就掉下来了吗 也没有 是 保瑞跌停那一天的隔天剑桥 就就开始拉了嘛 刚好相反我告诉你 大疆他现在休息 反正低价的这个 美利盖链股更容易拉 是 因为你钱是在里面流动的 是 除非说你那个钱 离开这个市场 对不对 那你现在因为一千多亿 当然 你拉A就出B 也不奇怪啊 是 对不对 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大家的机会 那关键就是说你不要那种 长的那种五六根 比方说你 帽底两根长低 你今天开盘去追 这个就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他拉两根的你 你开高你至少等他掉下来嘛 对 拉回的时候再见 那在绿能这个地方的话 达能 还有包括这个中芯电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中芯电就是在前高附近 上一次有做拉回 是 那汽车零主件因为他今天除了永章之外 有带动到一些股票 一点蓬城强茂 这些都是前一波跟各位讲过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认为啦 户外运动跟这个美利益的概念股 其实才刚开始 是 那大将今天押回反而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就是这个钱呢 他其实也往姐姐这样跑 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说 到年底之前 应该都是这些个股表现的一个题材 我们的333的意思就是说 一档股票你拼到三成 其实三档也就是一倍了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好的 那么这个盘面在起涨之前 都会经过一轮的洗盘 所以投资朋友们就是要趁现在 把握这个新的机会 有这个全新的低价股 还有这个明年的新主流 现在都是好的时机 请大家务必要赶快跟上老师的脚步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波通专线联络我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 摩托投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钱 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111年 金管投顾薪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各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托投顾共同直播 进广告了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 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提前预告的生计股 涨势在扩散 而且在美丽概念股之后 还有新的观光消费概念股 要来接棒 这次全新的333快速班 要把握赚价差的好机会 在股票起涨 刚刚转强的时候 就跟上老师的布局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接下来由内资主导的新股票 都在我们的333快速班当中 我必要好好的来把握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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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